雪州政权在第十二届全国大选落到名联的手上之后 国阵在第十三届大选无缘赢回雪州 而且华裔和印裔的支持率还下滑 反观物译的支持率不跌反升 对此副首相兼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今天在巫统巫统区部代表大会上致辞时 向雪州国阵成员党喊话 阿莫扎西促请雪州国阵 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夺回雪州政权 并落实共享权力 阿莫扎西强调 目前的情况是国阵种树在野党成粮 国阵不能够继续让在野党坐享他们在雪州打下的江山 NTP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了